什么样的衣服最好看 如果你跟他一样 不光是有着model的身材 而且还能轻松摆出各种model的pose 那么恭喜你 不过什么样的衣服穿起来应该都很棒 不过要是您的身材就是一般般 而且还想要在特殊的日子当中拉风一下 该如何穿搭才能加分呢 我会建议多层次的穿法 重要场合你再穿一件西装 在配件的部分不管是领带领结都是很合适的 他属王静杰曾经担任过服装设计师的工作 只要能掌握好画龙点睛的关键 绝对能创造出最佳的视觉效果 但要是天气不配合 在这么多层次的穿法都不行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其实可以带一件麻或者是丝啊清爽的 那在用色方面的话 CISK选的比较颜色 颜色的颜色 或者是花的衬衫来搭配 那什么是颜色 要选哪一些颜色才恰当呢 如果你想要有点变化的话 我会建议你可以穿一些樱花的 图案的比如说T恤或者是衬衫 那下半身尽量就是以宿舍为主 不过要是回归到男性最正统的西装穿着时 COLERFUL可能就有点太超过了 这个时候的穿着 剪裁绝对是比挑颜色更加重要些 主要是衣摆的长度 比如说以前喜欢把那种衣摆拉得很长 好像看起来会比较修身修长 看起来会比较瘦 但其实这样子是反而看起来比较没有精神 不要想当然而 适度的改变观念 加一些时尚趋势在里面 穿西装其实并不难 但是如果自己的身材 就像是位大老板明显中广许多 这时候剪裁还会是唯一重点吗 那至于比较肚子可能比较大一点的人 他可能要注重的是 他的上升要比较宽厚一点 比如说他肩线要比较稍微比本 还要再多一点 然后他的开筋这边 要稍微比较开大一点 去把自己的视觉集中在上半身 既然靠修饰就能创造自己的风格 那除了定做之外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长期观察男性流行趋势 目前是资深时尚主编的蔡明宗就说 其实真的很简单 那就以诚意来讲的话 美系或者是义式的版型 它就会比较上升比较宽大一点 那可以稍微修饰到你肚子的分量 那如果是比较瘦一点的身材 你就可以选择日系或者是韩系的衣服 它们的剪裁都比较修身 比较合身 纽约 伦敦 米兰 巴黎 全球四大时尚胜地 每一年这儿都有最新的流行趋势 每一样都适合自己吗 真的穿上去才知道